爸爸是在你跌倒之前想要抓住你的人,但是在跌倒之后,又会把你抓起来,鼓励你,让你再试一次。 我们经常谈到母亲养育孩子时遇到的问题,但是,我们不要忘记父亲在孩子的生活和抚养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。 父亲的作用不仅限于赚钱和支付账单,参与养育的父亲可以为他的孩子认知和情感发展,做出重大贡献。 此外,父亲早期介入照顾孩子,会使婚姻生活更加的稳定,并增加老孩子出生后长期幸福婚也有可能性。 如果父亲一开始就能参与孩子的成长,那么我们建议从七个方面考虑父亲如何影响他的宝宝的生活。 父亲的榜样作用 当一个女孩长大后,她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她父亲的一些标准去找一个伴侣。 如果爸爸爱妈妈,那么女儿便会有追求爱情的渴望,他的幸福值会很高。 反过来,这个男孩会模仿他的父亲,他会寻求得到他的认可,并认为这是值得尊重的行为。 与此同时,如果父亲习惯于主宰和诉许暴力,那么以他的例子来说,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残酷而威权的儿子。 父母以不同方式,与孩子交流和玩耍,孩子与父亲的一对一比赛通常比和他妈妈玩的时候更刺激有趣。 这种互动使孩子有机会学习世界和管理自己的情绪范围,以及在安全的环境中应对情绪的方法,认知功能的发展。 参与抚育孩子的父亲有助于更好的发展他们的认知能力,因为他们倾向于用大量的问题什么,以及详细的答案,帮助孩子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。 如果父亲参与教导孩子,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好的学习成绩,让孩子更加独立,一个好父亲不会为他的孩子做这样那样的工作,或者解决问题。 在总能处时,他确保孩子可以独立应付这些事情,父亲鼓励孩子,让孩子有一种独立和自信的感觉。 他们挑战孩子,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,有助于形成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。 这些技能为孩子与外界沟通,并独立解决问题做准备。 良好的行为,研究表明,与父亲有良好关系的儿童。 在社会上表现出良好的社会行为。 不易抑郁,其父亲参与养育的男孩的问题较少,而喜欢父亲的女孩则有较高的自尊心。 纪律,纪律是育儿最困难的方面之一。 父母最艰难的教育问题决定中,导致冷静是非常重要的。 不要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互相矛盾。 父亲可以使整个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,承担维持纪律的责任,因为他们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效力。 研究表明,父亲在保持男孩纪律方面更为成功。 自由与责任,父亲处于与少年儿童谈论价值观和信仰的位置,并为他们提供自由和责任感。 孩子参与家庭工作也不逆他们的责任感,这使他们的四雷更加成熟,并赋予他们对自己成功与失败的控制感。 父亲在孩子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,即使父母不在一起,父亲仍然可以成功地扮演他的角色。 通过对父亲的交流,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,社交能力和独立性,这样的孩子会更加敏感。 社会关系更好,更能有效地应付压力和失望。 除了选次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